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之中 母体比例的假设检定 那么这个单元我们限定在大样本的前提 在母体比例的检定之前 我们先跟各位同学复习一下我们的符号 母体比例,我们习惯的使用的是一个P来表示 那么样本比例在不同的版本的话呢 有的是用一个叫做PS,就是Sample 那么我们这边我们习惯的用的是一个PHat Hat是指的是加一个帽子 这是样本的比例 那么现在我们限定在一个大样本的前提 什么是大样本呢 就是说我们的母体比例 基本上是设定在一个二项分配的前提之下 也就是说一个是P,一个是Q 那么我们要求的是NP以及NQ的话呢 都要高于5 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的是Z分配 那也就是大样本的前提 那么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在一般的这个X的情况 就是我们的母体的这个平均数的一个减定的时候 我们这个地方的用的公式叫做XBar减掉Mu 这边如果以S来取代 我们这边除以根号N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 如果说要改成了母体比例了 各位同学 你这个地方要改掉 这个地方叫做SigmaP 是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算式 这个算式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大概说一下 从变异数来看的话呢 我们的比例就是N分之X 那么这是一个数字 数字提到前面去 我们将要变成了一个二次方 好,我们来看一下变异数 变异数来说的话呢 这是一个二项分配 所以我们的变异数叫做NPQ 那么我们这边一个N 一个N消掉以后 就是N分之PQ了 那么一样的 变异数开平方根 所以SigmaP是等于多少呢 根号N分之PQ 所以各位同学 我们都是使用的是这个 在大样本的情况之下的话呢 我们都是用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统计量来做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 下面的一个例题 例题里面提到的说 五年前有一次普查之中 有20%是平户 那么我们现在经过了五年之后 我们想要看看 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 好 那么我们抽了多少呢 400个样本 400个样本啊 发现70户是平户 那么我们想要检定说 这个资料 是不是跟五年前 20% 是有所不同 那么这个地方显著水准 我们使用的是0.05 这是我们很习惯使用的一个数字 好 那么现在 在做检定之前的话呢 我们就开始 要把这个虚无假设列出来 虚无假设叫做 New Hypothesis H0 H0要怎么写呢 原来的话呢 我们相信 我们就先设定好 它没改变 就是P是多少 20% 也就是说P是等于0.2 那么我们想要否定它 就拒绝的 叫对立假设 他们提到的是说 是否有所不同 只要是多或少 都是叫做不同 所以我们的H1的话呢 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写成HA P是不等于0.2 OK啊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相关资料找出来 我们的样本数是几个呢 是400个 所以我们写N等于400 再过来 我们发现 70户是平户 那么这个地方的X是指的是70 那么我们要把我们的样本的比例算出来 就是P hat P hat的话呢 是70除以400 那么我们计算一下看看 0.175 跟0.2 诶 有一点点差距 可是到底差距严不严重呢 能不能够让我们可以得出显著的不同呢 那么我们就跟着下面来看 这个地方α是0.05 好 我们列出来 现在我们要知道说NP NP跟NQ都是超过5的 这是一个大样本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Z的图画出来 这个地方α是0.05 所以它是一个双尾的简定 两边各自为0.025 我们把这个Z的图画出来 那各位同学看 这边是0.025 这边也是0.025 这是一个双尾的简定 那么现在我们来设定一下 我们来查个表 0.025的话呢 这个值是要多少 我们把表叫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这里是0.025 那这边是多少呢 是0.475 来我们寻找一下 0.475的位置 找到了 在这里 这里叫做1.96 这个数字 因为我们非常常用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记下来 这边是负的1.96 好 我们把这个图拿掉 现在我们来看 我们的这个统计量Z 现在以这个实作的这个值 这个Z值 跟我们的这个理论的值 1.96 到底有没有差 来我们看看 Z的话呢 这个是P hat减P 除以根号N分之PQ 那各位同学要记得 这个是在样本比例的时候 的减定的时候 要用到的 好 现在我们把它带进去 P hat 我们这边是 0.175 带到里面去 这个P呢 我们是暂且是相信 它是0.2 用0.2 根号N分之PQ 本题的话呢 P是0.2 那Q当然就是0.8了 好 我们把它 这个是个凡分数 我们把这个凡分数的 这个400 一上去就变成了20 上面是负的0.025 上面要乘上20 下面要0.2乘上0.8 开平方根 那么我们底下要稍微算一下 0.2乘上0.8 然后再开平方根 底下是0.4 那上面是负的0.05 两个相除一下 负的1.25 负的1.25 落在哪里 来我们看看这边 我们落在 这边 负的1.25 有没有跑到红色的位置呢 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呢 那么我们下的结论是 结论不够明显 也就是说 我们下了一个结论 就是结论不显著 结论不显著 相当于是 我们这个资料 能不能够足以去证明说 它是有所改变呢 还不够 我们还没有办法能够下定了 这个结论 就是有所不同 我们来看看 单位的题目是怎么做的 假设有一个药厂 声称说 它所生产的一个心脏病的药 有 50%以上的治愈率 那么我们 要对于它做一个检定的话呢 我们就做的一个是 抽了30个人 有30个人 发现12个人 有效 那么我们看看 它这个声称 是否能够被接受 好 那我们现在 先写 这个叫做虚无假设 先写出来 H0 H0它说是有 50%以上 那么我们相信它 50% 0.5 现在的话呢 我们要写出对立假设了 重点在于对立假设 对立假设是拒绝的部分 什么情况之下要拒绝呢 我们的P是 低于50% 我们才拒绝 如果高于50% 我们是不拒绝的 所以我们要拒绝的是 P小于0.5 今天题目是有30个人 那么我们N就是30 那么我们的P hat呢 就是我们的样本的比例 来我们算一下 样本比例就是12除以30 那么我们算出来是0.4 诶 0.4 是不是小于0.5啊 是 但是这个证据 够不够明显呢 我们还要再继续观察 现在我们看 根据它的要求 就是说显著水准是0.05 我们把它写下来 然后画出的一个Z的图 因为这个题目 NP跟NQ都超过5 仍然算是一个大样本 那么我们把这个Z的图画出来 我们拒绝的位置是在左方 右方是不拒绝的 那么这个地方是0.05 那么各位同学要知道 那这边是多少 这一块就是0.45了 0.45 来我们查表 把表叫出来 0.45 我们来到上面来找 0.45 我们发现了什么呢 我们发现了 它是1.64跟1.65之间 0.45 那么我们没有办法 偏重哪边 我们就直接写了 1.645 可是这个地方是 在0的左边 所以这边是负的 1.645 那么好 现在我们的Z值的 这个叫做临界值 已经写出来了 低于负的1.645 我们就要拒绝 在白色的部分 我们就没办法拒绝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 我们实测的Z值是多少 Z等于Phead-P 除以根号N分之PQ 我们将我们的资料 全部带进去 Phead用0.4 P用0.5 N用30 P用0.5 那当然Q也是0.5了 好 那上面是负的0.1 我们把它计算一下 根号30就放在楼上了 这个底下是楼下的 楼下是0.5乘0.5 那当然还是0.5 上面根号30 我们需要算一下 30开根号的话呢 是5.477 再乘上负的0.1 那各位同学 知道这是多少了吗 这个算出来结果 再除以0.5 变成了负的1.09 负的1.09 落在哪边呢 负的1.09 仍然是落在 这个叫做接受欲 也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结论 我们发现了 虽然说0.4 稍微低了一点 但是这个证据 不足以去推翻 它的声称 所以我们称为 这个叫做 结论不显著 这个单元 我们介绍的是 母体比例的简定 物诅 我们回顾一下 第一步 H0 写出来了以后 这次P是多少 H1 比H0更重要 因为 它这个地方 要依照提议 去选择 是否是 双尾 还是单尾 这个大样本的情况之下 我们这边是 NP 大于5 而且 NQ 要大于5 如果 都能够符合 这两个条件的 我们就可以 直接采用的是 Z分配 那么这个地方 Z分配的地方的话 我们要 除以它的 这个叫做 标准差的话 我们要使用的是 这个 这一个 根号 N分之PQ 我们前面有证明 那么再来就是说 我们把它的 这个理论值 这理论值 是哪里来的呢 就是根据 Z分配的 一个 显著水准 我们找出了 理论值 然后观察值 所形成的 这个Z值 我们经过 这个计算之后 做一个比较 看看它 是不是 落在 接受域 还是落在 拒绝域 然后在最后 就是下结论 感谢观看